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讲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啊 未来一个月呢 有一些生肖呢 他们有一些得天独厚的好运气 那我觉得呢 其实人都是需要鼓励的 虽然呢有很好的运气的 可能呢只有占12生肖的一半 那其他的难道就没有 什么可以说了吗 我觉得呢今天要让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有你 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 而且你有未来一个月呢 让你非常开心的一部分 只是呢每一个生肖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花一点时间来讲 12生肖在未来的一个月 各在哪一个部分 可以得到得天独厚的运气 那你要怎么去掌握它呢 我相信呢看完今天这一集节目呢 你一定可以把未来一个月的好运呢 通通掌握在你的手里 让我们今天要从老鼠开始讲 老鼠呢是12生肖之首 那么老鼠在未来这一个月呢 有个月得星刚好入到你的工位 所以未来的这个月最旺的是哪个部分呢 是贵人运 当然如果未来一个月你都懒着在家里呢 那当然贵人运就不会显现 所以未来一个月既然是贵人运 最近呢你就可以开始发一些早安图啦 给很久不见的朋友啦 贵人啦过去的老长官啦 或者是以前的学长啦 同学还有呢老师啊 还有不要忘了给自己的爸爸妈妈 也一个美丽的图贴 让他们每天精神都很好很开心 所以呢 属老鼠的朋友未来这一个月呢 有月得入工 所以要掌握贵人运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去谈一些什么企业赞助啦 或者是公益的啦 或者你是企划人员 需要一些很好的idea 或者你需要金源 你需要金钱上的支持的朋友 你要跟银行贷款的朋友有福了 未来一个月呢 因为贵人运很旺 连带的会把你的财运事业 还有你的生命的舞台 让你重新绽放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牛 第二位呢就生肖属牛 那属牛的朋友未来一个月哪方面会大爆发呢 未来这一个月呢 因为有金贵吉星 那金贵吉星其实就是财库星 所以财运方面很棒 另外呢 未来这个月呢 你有这个很多的好运 包括在感情 在事业 在财运方面呢 都可以让你期开得胜 所以呢 未来这一个月大爆发呢 除了财运之外 可以说你的创作才能大爆发 如果你是作词作曲的 或者是你是写文章的 又或者你是做发明的 做研究的 那么未来一个月呢 你会非常好的机会跟舞台 那如果你的工作刚好是你想要创业的朋友 你要把握机会 那如果呢 你是一个编剧呢 在未来一个月你可以创造出一个不朽的作品 那如果你的 你是做企划的 未来你的想法 点子 是可以让你的团队赚大钱的 而且呢 可以拓展你的生命的那种力道 就是延伸你的美梦 延伸你的人际关系各方面 所以属牛的朋友 未来一个月呢 就是创作能力大爆发 又或者你只是家庭主妇 但是你却能够创造出 你的孩子爱得不得了的新的菜肴 这也是一个创作能力哦 所以创作能力是很多方面都可以展现出来的 那第三个呢 我们就讲生肖属老虎的朋友 属老虎的朋友呢 因为你的这个本命呢 是属木的 那么 未来的这个两个月呢 都会碰到火月 所以这个木生活的意思呢 就是代表你要先去帮助别人 别人才能够来帮助你 也就是说你要先成就别人 可以让自己获得更大的成就 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事情 有时候呢 也许做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利益可能很少或者是没有 可是做了这件事情却可以给大家 给别人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物以善小而不为 所以我们虽然是小善 但我们还是要去做他 因为今天我帮了别人 他日别人会回过头来帮助我 那个能量更大 今天你所散发出来的所有的一切 未来都会回到你的身上 是不是很棒呢 所以属老虎的朋友要记得哦 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 好那如果说你工作呢 刚好是行政人员 幕僚人员 就是做幕后工作的 好那幕后工作的呢 会发现你的团队 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得到主管啊 长官的赞赏 那如果你是做老师的 教师工作的 这个工作的朋友呢 最近未来一个月你会得到家长给你很大的鼓励跟赞赏 有时候当老师很辛苦 就是教的要死啊 家长还要给你去投诉你 然后或者觉得你把他小孩没有教好等等 当老师其实压力很大 我觉得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当老师 所以呢我们见到老师的时候 给他们更多的尊重 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跟鼓励 这样子呢 这个教育是百年素人才不会中断 所以如果你当老师的朋友 在未来一个月会得到家长大大的肯定跟赞美 会让你非常的有自信心 然后重燃起对这个教学的热情 那这也是非常棒的 那接下来的生肖呢 是生肖鼠兔的朋友 那么鼠兔的朋友呢 未来一个月呢 有一马星当头 也就是说鼠兔的朋友 未来一个月是靠行动力迎来好运 行动力迎来好运 那所以呢 未来一个月在哪方面可以大要进呢 未来可以在行动力跟细心度方面大要进 所以你的工作如果是什么精工师啦 在做那个很漂亮的手工艺品的朋友呢 你的细腻度会变得很强 然后你会更有创意 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呢 会让人家非常的爱不释手 那如果你是做会计师的朋友 鼠兔的朋友 然后刚好你的工作是会计师 或者帮人家记账的 在未来的一个月呢 你会帮你的这些小中小企业们呢 避过很大的灾难 比方说也许他们的账 某些地方没有做好 没有做对 甚至有可能有一点逃漏税的嫌疑 可是呢 你及时的把他的这些错误呢 把它纠正出来 并且你教他们一个更合理 更好的一个结税的方法 然后企业组都对你占不绝口 然后呢 一直不断的帮你介绍更多的生意上门 所以鼠兔的朋友 未来一个月行动力大爆发 所以要多多的拜访客户 多多的跟你的客户之间 有更强大的联系 也借此来知道 他们到底需要你什么样额外的服务 你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不管你当会计师 当律师 你的工作做久了 觉得这个企业 到底下一年要不要跟你续约 其实你不知道 可是你能不能做些什么事情呢 有时候你很简单的一些提醒 很贴心的很细腻的 让他们感受到说 哇我这个企业怎么可以缺乏你 这么好的合作伙伴 所以你的约呢就远远不绝 而且他们要帮你介绍客人哦 好接下来是属龙的朋友 那么属龙的朋友 未来这一个月呢 会有两大吉星入宫 一个就是太阳星 一个就是太阳星 一个呢就是天玺星 那太阳星呢就代表你是人气王 而且呢你是这个领头羊 就是你做什么事情都是站在龙头 龙头宝座一呼百诺千诺这样 所以你只要站出来号召的事情就容易成功 那么天玺星入宫呢也代表呢你是人气王 所以呢如果你是网红或者你是艺人的朋友 你的声势会更上一层楼 如果你是在经营社群的话 你的按赞率会升高很多 然后你是人气王 所以除了按赞率你的分享率也会很赞 这是属龙的朋友 所以未来这一个月呢 如果你当网红就有很好的前途 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讲啊一个非常神秘的生肖 也是一个外能内热的生肖 就是生肖属蛇的朋友 那属蛇的朋友呢 在未来的这一个月 你在哪方面会特别得天独厚呢 就是逢凶化吉是一流的 任何人有疑难杂症就是去找属蛇的朋友 在属蛇的朋友他的智慧跟冷静的引导下 会帮助你逢凶化吉 而且他也会帮助自己逢凶化吉 因为属蛇的朋友呢 在未来一个月呢 有一个解神就是天解星 天解星做什么用呢 天解星有一点像那个命运牌跟机会牌 他就可以整个翻转 所以属蛇的朋友如果呢 你现在觉得哎呦我的运气真的不太好 恭喜你你要转运了 未来的一个月呢 你会非常的好 那如果属蛇的朋友 你现在觉得哎 目前运气也还不错呢 那么未来一个月你的运气一定会更好 而且你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 这个解神的意识呢 就是遇难成祥 所以如果没有任何考验呢 你没有觉得他的好处在哪里 可是当有一个考验过来的时候呢 哎就有一件事来帮你化解 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机会 而且贵人会因此涌现 尤其是对什么样行业的人最好 从事医药人员 卖药的当医生的内科的外科的当护士的 或者在卖一些什么保健食品的 这些人尤其是好运 所以呢你做从事医疗工作的医疗器材的医美的 未来一个月呢 你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运气 同时呢解神还有另外一个意识 就是你很适合当合适老 你很适合去和帮别人和解 然后帮别人协调 所以你可以让公司一团和气 也可以让这个家庭很多的纷纷扰扰呢 就是平息鼠舌的朋友 你都可以帮别人解决别人的纷纷扰扰 难道你解决不了自己的纷纷扰扰吗 所以我对你有信心 如果你有一些误会 不管你是跟另一半或者跟某些朋友 那不妨在未来这一个月 找到一个好的机会 发个图跟对方跟他说不好意思 我上次讲话可能有一点得罪你 但是呢因为你风度太好 你没有特别跟我提 我也不晓得 但我后来自己想一想 我好像这样讲有一点小小的过分 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哦 这么一来呢 你所有的事情都迎刃而解 当你迎刃而解以后呢 你会发现你的运气怎么那么的好 所以一定要加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生肖属马的朋友 那么生肖属马的朋友 未来一个月哪方面会得天独厚 当然就是升官发财好运来哦 好所以呢 属马的朋友呢 未来一个月就是一马当仙 这个 当忍不让 那因为有一颗大吉星叫末月星加持 那这个末月星除了可以带来很多的好运之外呢 他可以让你突破 我觉得呢 突破是我自己很喜欢的运气 突破呢 大可以大到很多的是 小也可以小到 画画也要需要突破对不对 做事业 想新的点子 或者是做教育的工作 要怎么样的可以去突破 那我觉得属马的朋友运气真的太好了 未来一个月呢 你除了可以晋升发财之外 你还可以得到一个大突破 比方说这个客人保单怎么那么久都签不下来 你就想不到一个什么方法可以去说服对方 结果呢 未来一个月好运来敲门了 你跟他讲一个什么点 比方说 哎呀小孩子现在就是一个投资最好的机会 小孩子将来会很感谢你的啊之类的 他就突然想到说 哦对我可以为我的孩子呢 去规划他未来20年的投资理财 是不是很棒 好所以呢 如果你的工作啊 你是属马的 那如果你的工作呢 又是做基层的工作 或者你是行政人员 甚至呢 你就是公务员 一般的基层的公务员呢 你未来一个月会觉得如鱼得水 然后你的长官呢 刚好会看到你的付出 还有看到你的才华 所以这个是非常开心的 人最难呢 就是从零要变成一 比方说你在非常的基础的工作里面 你要变成一是需要有一些运气的 所以恭喜我们生肖鼠马的朋友 好 接下来呢就讲到生肖鼠羊咯 哇 鼠羊的运势也是相当好的 那么鼠羊未来一个月哪方面最让人刮目相看 得天独厚呢 让人家最忌妒的就是呢 他有八座财星当值 那八座财星就代表有八方来财 就像我背后这一幅画一样 一般人想要八方来财可能要挂上这一幅画 但是呢 鼠羊的朋友还没有挂这一幅画 未来一个月已经八方来财了 所以呢 未来一个月呢 开辟财源是最顺遂的 而且呢又是一个易马星 这个八方来财加易马代表什么呢 代表越动越有钱 所以呢如果你是当老板的或者当主管的 你就无往不利 那如果你是做业务呢 或者你是做行销呢 你就会发现有好多的时机一直在等你 原来呢你过去怎么没有想到 现在终于想到了 好为时不晚 另外呢就是你有源源不绝的新客源 哎呀我觉得最开心就是有新客源了 我也很希望我的网站有新客源 我也很希望我的粉丝页呢 有新客源 所以拜托大家帮老师按赞分享好不好 一定要帮我按赞分享 然后让更多的好朋友 也加入我们这个开运的这个行列里面 接着我们来讲这个非常机灵的 非常机灵的非常有智慧的 生肖鼠猴的朋友 好那属猴的朋友未来这一个月 你有什么红运当头的地方呢 哇红运当头不得了 未来一个月有福星 福星当然就是有福气咯 然后有福德 福德是什么呢 哎呀福德就是福德贵人啊 然后还有天德 哇天德是所有的贵人里面最高阶的天德贵人 所以你有福星有福德贵人有天德贵人 这么多的吉星相助 所以呢属猴的朋友你要求什么呢 你只要心里想的是正面的 你心里要想正能量 那么会怎么样呢 会让你心想事成赚钱有好几套 好看是房地产要赚钱呢 还是正业要赚钱还是你的投资理财要赚钱 还是从另外一半那里得来很多的财富 还是从父母那里得来很多的财富 好这是生肖属猴的朋友 所以呢如果你的工作是属于房地产 或者是做金融投资的工作的朋友呢 你可以大展身手 大展身手 甚至如果你是做什么理专的啦 或者是这个证券的这个交易的工作的朋友呢 你可以因为帮客户找到很好的投资标的 你自己也跟着投资大赚一笔 所以呢生肖属猴的朋友 未来一个月什么让人家刮目相看呢 就是你的投资理财的运气 而且贵人很多 所以有不懂的地方呢不要客气 你身边有很多的贵人都愿意协助你辅导你 生肖属猴的朋友 好那么生肖属猴的朋友呢 是一个暗暗内寒光的生肖 所以属猴的朋友呢 其实是非常热心助人 比较为善不遇人知的这一种 那未来这一个月你在哪方面 会让人家非常的羡慕得天独厚呢 就是你的社交魅力 那当然社交魅力不只是成就自己 也是成就别人 未来这一个月呢 你会遇到财富上的大要劲 事业上的大要劲 还有什么呢 还有感情上的大要劲 所以有没有感情上有误会啊 或者是想要这个复合啊之类 所以在未来这一个月呢 机会就很多 然后呢 属猕的朋友在未来这一个月呢 一定要善用你的魅力 善用你的人脉 那如果你的工作是从事公关的 或者你是做媒体业的朋友呢 你的才气是最旺的 当然呢如果你是做行销的 未来会接到大的案子 接下来介绍非常忠诚 非常脚踏实地的 但有时候会不够变通的 生肖属狗的朋友 那属狗的朋友呢 未来这一个月 哇真的是运旺到不行 我刚刚才讲说 属狗的人呢 他比较一步一脚印 比较不会浪漫 比较不会花言巧语 然后比较不会讨人家欢心 可是他的心是非常好的 可是未来一个月 你有桃花心加持 所以属狗的朋友 未来一个月讲话 会甜蜜蜜甜滋滋的 而且属狗的朋友呢 未来一个月有紫微心加持 所以你就帝王之心 那升官发财 这个就不要讲了 这个不重要了 因为这个唾手可得 最主要是你有隆德贵人 又有红鸾心 所以未来这个月呢 求什么最好 求贵人桃花运最好 那财呢不求自得 钱财不用太求 你只要照你的本分 照你的努力的工作 照你原来的速度 做下去呢 钱财不求自得 那要求什么呢 求未来这一个月的 自己穿着打扮方面呢 会比较稍微花俏一点点 借这个机会来改变自己的个性 因为呢 属狗的朋友呢 赚钱都是给别人花 都不花在自己的身上 那这个月开始你要学习 花一点点钱在自己的身上 自己很想要喝一个很好的红茶 自己想要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想买一个很好的饰品 买一个风水宝物 聚宝盆就给他买下去 对自己好一点 未来一个月的运气太好了 而且桃花星加持 所以如果你有告白的对象 或者是过去有因为感情不顺利 你很想跟对方道歉 或者是有误会想要跟他复合 未来这一个月绝对是你不可以措施的大好良机 所以呢 如果你的工作是跟婚友工作有关系 做这个医美工作的 或者是你是做这个婚纱啦 摄影啦 这个新娘化妆啦 或者卖新娘结婚相关的礼品的 或者是喜庆宴客的 那么未来一个月就有很多的好运跟机会 所以同时如果你是做仲介工作的 不管你是卖保险 卖房地产 或者你是不管你是卖什么 做传销直销 在未来一个月都是你人生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再创高峰的一个契机点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 好 最后一个呢 是生肖属猪的朋友 属猪的朋友呢 在未来一个月呢 会有什么样让人刮目相看 整个天独号的表现呢 属猪的朋友是天生有福气的 所以家里一定要有一头猪 所以如果你家里 都还没有生到属猪的 这个孩子或孙子的话怎么办呢 我建议大家呢 最少最少养一只小猪公 就是投钱的那种 塑胶的也可以 或者是你有这个 铜雕的猪 一定要请回家 因为家里一定要有个猪 因为猪就是福气的代表 那猪是最有爱心的 最有爱心 而且猪是很体贴人性的 所以如果你现在 要生小孩在规划 猪已经来不及了 不好意思 那已经12年后的事情了 好没有关系 所以如果你现在只有18岁 那你可以考虑 猪年生一个猪宝宝 绝对是很好的 好那属猪的朋友呢 未来这一个月 只要你主动出级 就可以打开好运 所以猪不可以太懒 一定要主动出级 拜访客人或干嘛呢 或者要沟通协调 都不要等别人来找你 你要主动的找对方 所以如果你的工作 是做什么心理智商的 你是心理医师 或者你是做命理的老师 那么未来这一个月 你的人员会非常的好 然后从事业务工作的呢 尤其是会让你的魅力大爆发 所以会把属猪的这种 诚恳温和 还有你的行动力 积极度呢 就展露无遗 那所以未来这一个月 属猪的朋友 你一定要主动 关心别人 别人有什么疑难杂症 你是不是可以耐心听他说完 然后来找到解决之道 你如果细心的可以帮助别人 可以多付出一些不计较的话 那么相信未来不是一个月 而你的好运呢 就可以长长久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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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